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皮山县 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南边 这里的特点是风大沙多干旱缺水 枯水季节连吃的水都要到几十里路以外的地方去背 人们过着又穷又苦的生活 穷则思变苦则肯干 解放后皮山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一靠决心二靠双手 在隔壁滩上大修水利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他们又利用隔壁滩上取之不尽的鹅卵石铺器渠道 防止渗漏 皮山县是个大概式的农业典型 十几年来这里的人民就是凭着一股雄心壮志和冲天的干劲 开钩挖旗 引来了大量血水 创造了农业生产连续八年稳定增产的成绩 今后 皮山县人民还将以彻底革命的精神 彻底改变皮山县的干旱面貌 使戈壁沙滩清水长流 内蒙古资质区 乌兰茶部蒙顾阳县的工艺民公社 也是一个十年久旱 地面没有水的丘陵地区 人们一直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 做主人不做奴隶 大带精神在这里生根发芽以后 人们决心开发这里丰富的地下水 打大口井 浇灌农田 1964年 打出了第一眼大口井 井的开口直径是38米 井的内径是7米 能够灌溉8000多亩耕地 在今年的抗旱斗争中显示出了威力 这是山东省张丘县的一支农村科学技术宣传队 他们是由电影放映队县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的人员共同组成的 经常活动在农村 他们以科学教育影片作为主要的武器 同时根据当地的生产特点和群众的需要进行宣传和推广灭虫 治病 药剂进种等科学技术知识 去年一年 他们在全线放映了40多部科教片 传播和推广了20多项农业科学技术 广大社员称他们是科学清骑兵 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部分师生和民间艺人一起 正在集体创作一组 反映解放前恶霸地主 以高租重压残酷剥削农民的大型迷宿群像收租院 曾亲身受过恶霸地主刘文采迫害的冷月英 到现场来参观议论一道创作 这组泥塑群像陈列在大恶霸地主刘文采的收租院里 兼挑背陀交租芒 面带愁容眼无光 白流汗水千万滴 粮食装进地主仓 恶霸地主赛虎狼 逼租逼债逞横墙 农民受尽千般苦 怒火燃烧在胸膛 这组泥塑群像 逼真的反映了当年收租院的情景 表现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 表现了农民的痛苦和仇恨 充分显示了雕塑艺术的巨大教育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zial地 extensive 生活 情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